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在製作的時候用了哪些小技巧 這是開頭的片頭動畫,在Library裡面 在Library裡面的片頭動畫 然後在底下有一個文字,也是屬於Library裡面的 Library裡面 在這邊 我放了好多東西在裡面 在Library裡面的文字,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Text Callout這個文字 好,再繼續看下去 好,在這邊呢,我放了圖片 在這裡,這個圖片 好,那這個圖片會動 從右邊移到左邊 然後後面還有另外一個這個圖片 從左邊移到右邊 好,再來 好,接下來呢,我放了一張錄音室的圖片 那錄音室的圖片呢,一開始是模糊的 然後之後越來越清楚 然後呢,我在這邊開始上字幕 好,在這邊變換了第二張圖片 好,錄音間 然後錄音間的圖片 就是讓那個 光線變亮的 然後我放了一張圖片 好,這個轉場動畫呢 就,像一個魔術方塊一樣 轉一面 然後這一個照片呢 的動畫是放大縮小的動畫 我讓它慢慢縮小慢慢縮小 好,然後換了這張床的照片 這張照片也是利用放大縮小的功能 就是這個 Zoom的功能 讓它從下跑到上 好,這個畫面也是 用Zoom的功能 從大變成小 從下到上 從大到小 從小到大 好,那這個 換了這一個影片呢 是 直接在 直接插入這個視訊軌 直接插入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呢 是我用HTC的手機 在特立屋的時候拍的 好,那這個地方 這三張圖我用翻頁的動畫把它翻出來 我剛剛這邊一張 兩張三張,這三張圖 然後這張圖呢 這邊有紅色的這個框框 紅色這個框框是 Core Art的一個特效 Core Art的特效 然後底下文字也是 Core Art的文字 那這邊的文字 也都是Core Art的文字 那它怎麼翻頁的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這個 怎麼翻頁翻出來的 像這個翻頁也是跟剛剛才一樣 然後底下這幾張其實沒有弄什麼特效 它就是純粹把圖片放上去 然後順著播放而已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好,接下來就是插入一張影片 一則影片 然後這個也是用文字的Core Art 第一種 我們用這個 PV刷 好,然後在這一邊呢 插入一張圖片 所以讓圖片的圖層 在原本的這個影片的上層 圖片圖層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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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影片在下面 所以它的圖片就會蓋住影片 好,這個效果就是一樣用這個 Zoom In的效果 我把它放大了 有沒有 我把它變大了 然後等一下會再縮小 好,算了 但這個肉色Zoom In的Pen 這個效果 就是把它拉近拉圓的意思 可以直接 讓你的皮膚呢 可以 白一點 把那些痘疤啊 斑啊 把它抹除掉 好,當然 那這個Zoom In、Zoom Out 這個我並沒有用這個Zoom In、Zoom Out的功能 這個是 呃 錄影機本身 手動調的 不是後製的效果 所以如果 沒有人幫你錄影的時候呢 其實沒關係 可以用裡面的這個Zoom In的功能 自己來 用後製的效果 把它調大調小就可以了 買這種 這個是 好,像剛才我的人在右邊 然後現在右邊的中間 這個都是剛剛這個Zoom In的功能 好,這個 調整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 這邊呢 我把它放了一張照片 好,在這邊看了到這張照片 那只要是照片出現在這個範圍 格子範圍外面的 其實都看不到 好,所以這邊只會出現格子範圍裡面的 圖片 輸出的時候只會看到這一個範圍 外面這些 灰色黑色的範圍其實都看不到 呃 呃,如果你是做過雷射的話 你可以去買這個肉色的這個貼布 在藥房就買得到 好,這個也是個口號 沒有公平 我用這個箭頭的口號 然後裡面寫文字 那,稍打一下 好,這是一個轉場動畫 那,轉場動畫是這個Transitions 轉場動畫 然後我會在這邊插了一個片頭 Library裡面的一個片頭 好,這是下一段影片 我會把它接進來另外一段影片 好,剛剛去把這個PV霜磨在臉上之後呢 現在就已經看不出紅色的豆花 也看不出那個 好,這邊又加了一個口號 就這一個 口號 點兩下看一下 這個口號 一個箭頭的口號 裡面有寫字 那個 如果沒有切斑的話 然後 接下來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 好,這邊又加了一個口號 這個口號 就是這一個 好像人在思考的那個口號 然後裡面 加文字 我想說 後面這邊綠色的綠幕 平常如果你們沒有辦法像這樣子 把自己家裡的油漆 把自己家裡的牆 油漆成綠色的話 那,怎麼辦呢 好,然後這是插入另外一段影片 就是這一段 所以我中間沒有做轉場 中間並沒有做轉場 直接 把這段影片直接接到另外一段影片 就這樣 如果不好貼的話 還有一種東西 你可以買這種瓦刃紙 一樣 都買幾片 把它切在你牆壁的後面 好,那這個也是個文字的口號 在這邊 先 踢 那這樣子把它貼起來 好,那 因為圖畫紙它比較需要固定 所以它可能黏在牆壁上 因為快要結束了 所以我這邊開始加了一個音樂 它音樂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大聲 可以在這個音樂這邊 按右鍵看一下 Edit Audio 有沒有 我這邊有 越來越大聲 這個曲線 好,所以我是從小聲 然後慢慢越來越大聲 因為快要結束了 比較不會拔下來 那當那個網面子的話 你可以推出音動作 就非常非常方便 好,然後這邊 這影片開始Fade out 就是慢慢的淡出 越來越透明 越來越透明 慢慢淡出 然後底下就接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片頭的動畫 就Library裡面的另外一個片頭的動畫 然後讓它Fade in 讓它Fade in 這個特效 這個轉場特效 讓它慢慢進來 然後這也是一個口號 文字的口號 在這邊踢 文字的口號 然後就慢慢結束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Fade out 慢慢變消失 好,就是整個 整個影片 用了這幾種技巧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分析 這幾種技巧實際的運作 實際的操作方法 好,等一下 好,等一下 好,等一下